今年2017年對何榮來說是非常難忘和充實 我全年不停為大家看球 為大家做賽前的預測 為大家做賽後的分析 我相信大家看我都會感受到一件事 就是我對足球的熱誠 所以才會有大家的鼓勵 都過得非常之快樂 也就是我隨著風險的節目來了之後 我發現我的聽眾很多都是有識志士打上來的 就算是退休或是十歲的小孩都好 你們都是講球說得非常之出色 半年之前我有很多網友跟我說 很希望不如我們搞一次網聚一起去看球 因為他們很想即時跟我交流 看球的過程當中可以納一聽我的意見 自己都可以抒發自己的感受 當時我想問應該怎樣去做這個網聚呢 會不會去酒樓呢?會不會去酒吧呢? 但是那些地方的確是吵了少少的 所以很難是讓我們清楚地聽到對方的寶貴意見 所以我搞網聚的之前 我都想了很久應該去哪裏搞呢? 我好想去一個比較漂亮的地方 開揚的、大些的 是真是讓我們是圍內自己人的 是一個私人的網聚 直至來到這個月 多得大家的鼎力支持 令到小弟的Youtube訂閱數突破了一萬字 之後終於得到 就是neighbor farm的鼎力支持和信任 借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場地 有甲級寫字樓級數的地方之餘 他們的落地玻璃是全海景的 也就是說大家看球之餘 還可以感受到香港晚上的海景景色 也適逢雙雄匯 之前很多人封煙打給我 就說非常之期待這一場的賽事 利物浦主場對曼聯 曼聯第一次面對強隊 摩尼奴近期演繹了三中堅 讓我們看得到 而近期利物浦的主公也是日吹成熟 這兩隊在這個時間對決 真是最好不過 也剛剛好我準備就緒 可以為大家做妄罪之餘 就是看這一場的賽事 日期真的很正 10月14日星期六時間還正 晚上7點半 因為第一次的妄罪 所以我就賣大包 做完這場之後 還直落和大家看曼城對市督城 活動還會提供晚餐 大家不需要擔心 餓著肚子就可以上來吃完東西 非常舒服地看兩場精彩 英超賽事 而期間也都有 就是有獎遊戲的 大家猜中波的話 就有機會得到 近期就是極度暢銷的FIVA 18 遊戲一隻的 真是很感激 就是neighbor farm方面 對我們網友的照顧和安排 令到這個妄罪 是可以得以產生出來 不過始終都有些費用是要收回的 雖然是250元一位 但我強烈建議大家 早一點搶個優惠回來 只要你在10月12日之前 報名和入數 就200元一位 若果你還想有更多優惠 只要你有能力就可以了 你多找三個人 四人同行就750元 報名的方法非常之簡單 若果大家是看Youtube的話 其實這條片的封面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poster 又要多謝neighbor farm幫我搞的 非常之精美的poster poster的上高其實有QR code 你掃了它 其實就進去 就是網上的報名表 你報名就可以了 之後就是你入數 就入恆生銀行戶口 363-683-152-883 入數之後 當然有入數 你拍照 將Whatsapp去到613-50742 確認了之後 你這個電話號碼 和你的報名表 就是你入場券 你到時拿回電話號碼 基本上可以入場 如果四人同行的話 其實一個入數都OK 到時你帶三個朋友來 如果你檢測Youtube的poster封面太小 你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Group FIFAHK FIFA 大家認識一串吧 進去之後 其實都會見到我的poster 就是一個很精美的poster 當然就是上高有QR code 另外一些就是網上的資料 和一些電話 都在poster裡面 還有一個poster裡面都有列明的了 至於我們這次要去一個這麼漂亮的場地 在哪裡呢 其實很方便的 牛頭角地鐵站D6出口 如果大家有去過牛頭角地鐵站都會知道 D6出口就是你下去經過隧道這樣 再上回去 一出到隧道之後 你只要繼續直行 應該是過幾條馬路之後 你就會見到海濱公園 一見到海濱公園那條街 你不用過馬路去海濱公園的 你直接就是再轉左 即是直行再轉左 一路再直行 直行去到 你一定會見到這間大廈 就是弘基資本大廈的了 其實你一定會看到的 因為它突然之間 是出類拔碎地靚的 燈火通明 甲級寫字樓 非常之靚 進去又有一陣清香的香水味 入到電梯裡面 按十八字樓 立即上來 就是全層都是我們的 何榮大型網聚 一起現場直擊 雙鴻匯利物浦 主場對曼亂 我一定會努力為大家做現場的分析 我自己也是非常之期待 終於可以見到大家 可以看球的過程當中 立刻和大家即時交流 這件事是我從未做過 我真的很想做到 真的很希望 到時見到大家 一起分享足球的快樂 和到過一個難忘的週末 好嗎 好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